因為現在人大家晚餘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生育率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就是孕婦 還有胎兒他們的安全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那目前來說的話像這種就是說 懷孕早期出血然後新造性流產這個部分的話 有少一部分的人他們有可能 再後續會發生出流產的這種情形 那再一個就是說胚胎他們 就是胚胎他們是屬於一個健康的這個狀態的這個情形 或者是說媽媽他們的這個母體的狀態 其實是算是一個健康的狀態之下呢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藉由就是中醫跟西醫的共同合作 然後達成就是說母體跟胎兒的安全 因為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今天懷孕不容易嘛 那今天如果說一個不小心可能寶寶怎麼樣的 其實不管於對媽媽來說 或者是說整個家庭來講 其實對於就心裡 我都是算是一個蠻受傷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會希望就是說 藉由中醫跟西醫之間的互相合作 所以我就是達成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這有改善嗎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 就是之前中國醫藥大學他們有一個做一個統計 然後他們就有發現到說 可以拉一下到那個PowerPoint嗎 一個計畫 那這個寶胎的計畫的話 其實在後來就是 中國醫藥大學他們這邊有 這樣不是擋住了 可以看鏡頭就看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大概講一下 對對對 其實雖然說這樣子看起來的數據很小 其實對於就是說媽媽 媽媽或者是說家庭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 真的王玉廷王主任 來問我們就說明 就請王主任 王玉廷醫師啊 那今天就是很榮幸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紹一下 就是說那目前中醫就是在孕婦這裡 就是說在這個母嬰的這個照顧部分 可以幫忙一些嗎 不知道什麼原因 也有可能這胚胎的問題 我們就走 之後就不差了 那 那後續就接受了胚胎植物術 那再來胚胎植物 從後續開始介入之後呢 他本來就是有在用黃體素跟止血劑嘛 那後來就是在第一週他就開始提供止血劑 我們就是討論說 那他就讓他先去膽產 那後來就是真的一個健康的一個寶寶啦 OK 出現陰道出血的情形 而且這個陰 這出血量就是大陶宿 他必須要到就是說急診那邊 就緊急的一個處置 止血劑還有黃體素的一些問題 包括像是說 頭暈啊 你嘖嘖 還有噁心的這些狀況 這一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會就用到了AZ股肝色為主 再加上一些兩血脂血的重量 那大概第一週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出血量 就已經蠻增加的一個情況 大家就知道 說其實台灣人現在就是 因為就是說 那個讀書啊 工作啊 更容易影響的這些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再仔細去分析 就是像台灣目前就是做的一個動作 我們的懷孕率 我們記得這個懷孕率 尤其流行產率 它會隨著我們的年齡增加 而逐漸有個下降的一個情形 大概就是跟胚胎因素 子宮母體 習慣效率有產 也不健康的這些生活方式有關 那胚胎因素的話 有可能是染色體異常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樣流產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子宮的部分 就剛剛換了之後 他子宮腔的形狀是異常的 讓他變成說做腔不易 小腹有下墜感 那在這個25%的婦女裡面 這些發生的新手的這些分泌物 咖啡色的這些書寫 還有加有大量的水膠分泌物 而且有明顯的肚子痛 主要的肌肉 它都是跟我們女性的氣血 氣點的這些生成 還有它的一個流動 大部分它的對象的話 就主要就是有一個先兆性流產 或者說這個女性是屬於非自然受孕 或者是經受孕 受孕了之後 還有就是容易流產的這些女性 他們今天懷孕期間待了 來 像一下 來 3 2 1 我們再一張 我等一下喔 好 等一下喔 看我這邊的鏡頭 我鏡頭在這邊 我看其中一顆就可以了 好 來 像一下 來 3 2 1 再一張我等一下喔 好 OK 可以了 來 看我喔 來 3 2 1 我們再一張等一下 3 2 1 好 OK 來看一下這邊 來看喔 3 2 1 那就要小心 會不會是我們在講的一些先兆性流產的狀 有可能會是一個先兆性流產的狀況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先兆性流產 不管是在人工生殖 或者是說自然產 他們的比例大概差不多 大概都是說25% 好 謝謝 應該是說是會用到的藥 可能會用到的藥 當然就是不會只有這一些 那只是我今天拿的是 我們比較 我比較常用的 所以說每一種藥是有 血虛 不管是說它本身血虛 或者是說它在 它的出血量 造成的這些血虛 阿嬌它本身都有一個補血 補血一個收射的一個作用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上計生跟序段 我就一起介紹 安胎 安胎的一個作用 那它們就是 它們在使用上的話 補乾肾 它們本身是一個補乾肾 顧筋骨的一個中藥 那再來的話 就是接下來的藥的話 它們都會比較涼一點 像是說嵌草根 嵌草根它本身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涼血止血的一個用藥 所以當今天這個 我明明就一片板 我明明就一片板 其實他們其實 如果是電視拍 他們其實都會拍 那時候我們後期他們要拍照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用Dale 是用Dale 對對對 可是Dale 我們 我們好忙啊 我們也好 你們好忙